今年的国庆活动5号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 新竹市议会临时会也针对国庆晚会 首都在新竹市举办提出相关的质询 多位议员对于进出场的周边交通 邀请来宾以及如何行销新竹市都提出了质询 这个集结的时间入场的时间 因为还要实施防疫计划 是不是会造成整个交通的拥塞 因为出场的时间大概是在同一个时段 所以我们更担心说 所有的车辆从中正门这里出来以后 吉阳路跟中正路还有和平 还有成功还有铁道路三段这边 可能会造成大量的拥挤 我在这里也请了市政府 尤其是交通处这边 对于上述的时间 一定要做好交通分流及管制 还有一定要做好宣导 我们周边的几个邻里 长期以来受到噪音的困扰 基地那个幻象2000噪音的困扰 只是呢到看到这个活动的办理 居然没有邀请到我们所有周边的居民 这让我有一点失望 那其实应该是要保留一些名额 给我们周边住户 今年国庆晚会是首度在新竹市举办 活动场地在空军基地内进行 也将分别由基地内的中正门 成功门 虎林门分流进出 议员呼吁市府做好交通规划 中央部会的长官等VIP贵宾 从中正门进入 那另外的话网路报名的民众 其他邀请的民众的话 是从成功门进入 那那个侨委会的900名的侨胞 所搭乘的游览车的话 那会从虎林门进入 那透过这三条门的进入的话 把人流分成三个部分 那也尽可能的降低 对于周遭环境的冲击跟影响 10月9号国庆晚会周边交通 将涵盖中正路 吉阳路 成功路 铁道路 以及延平路等路段 也呼吁民众在进出场时间 避开相关的路段 避免造成拥塞 凯布新竹万事联采访报导 对于周遭环境的冲击